新闻 说话话 人怕出名 猪怕肥 很多人就是宁可低调点不要出名 可是猪到变新闻人物的房东 这也不是他本意要的 实在是被租客 因为他的那个租约规定有点比较特别 这个有好多法律的问题 所以他可不可以这样做 而且他的说法是他在法院判决他都胜诉 我们讲这个案子是先前情提要一下 有一位女房东 他的房租租约非常严苛 规定房客如果不接电话就要没收租金押金 如果无故退租还要赔房东十万 那么有一个租客 那他本身是一个单亲的妈妈 被房东索赔十万 就让他不堪其扰 甚至有其他房客也出面指控这个房东 那么但是后来这个新闻去找到这个房东 哇这房东委屈得要命 他说他三层楼的套提出 都是出租套房 他在新北市 然后呢 紧邻巷子的门面全漆上黑色 房子后方却是水泥剥落 老旧原型壁路 一开始看起来很好 后来发现就只有表面很好 里面都很差 但是就跟房东讲 里面不太好 房东不理 动不动就要开罚 那么房客控诉 看到的房子跟住起来两套标准 公告的门禁堪称史上罪言 只要帮别人开门被监视剧拍到就要罚十万 还注明房客要填写增补契约 受不了这个超严格的住屋条约 承租者忍不住网路爆料 他说入住时候不只清除一大袋垃圾 洗澡的浴室会积水 马桶不通会散发恶臭 只是不想住了 想退租一合约还要罚十万 那么对房客的控诉呢 房东反而说我是遇到租罢 房东知道他训什么了 张小姐 他说基本上我都有胜诉判决 所以我才说我本来不想惹事 我只是觉得规规矩矩的部分 然后来租租房子就可以了 是怎样欺负我们这些房东 那我就很好奇 是什么样的租约可以说索赔十万 他把它写在合约里面 本身这个契约就无法成立不是吗 对没有错 那如果有约定违约金 你要两边都写好 我们在上面有签名 那一般我们在那个消保会 看到那个租赁的范本 它上面不会这样子写的 如果要写 那你就要另外再手写 还是自己再打一行字上去 双方签名才算数 这样才不会有争议 很多这个在实物上 我们看到的状况就是 你做了这种特别约定 但是上面没有双方在签名 那到时候就有证实说 这个是事后加上去的 我的契约上面正本没有这一块 那这个是房东自己加 其实他那个都是欺负善良的老百姓 没有他这边有起 被人家泼出来 真的泼没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契约 好不好 大家觉得合不合理 乙方若无故不接听电话 夹方得不令计 纯正信函 便没收乙方以小叫之压金及租金 够一条 我们的范本是没有 这个是他们自己约定的 若有不足两个月之租金及押金 甲方得向乙方 请乙方连带保证人求偿 哇 租房才有连带保证人呢 可以约定保证人啦 好像是可以约定的 我们好像没有呢 我租那么久了 你是善良房东不一样吗 一般是房客 那你是善良房客啊 我从来没有要连带保证人啊 有耶 我租房子就还要 会啊 做保 很多店面他会这样要求啦 不是 他的合约有个陷阱是 他有一条是说 你可以退出 你只要提前告诉我 然后另外一条是 你退出的时候怎么样 就怎么发钱发钱发钱 来来来 他说 我跟连带保证人求偿 乙方无异 乙方若叫甲方装设屋内设备 例如流理台冷气定做柜子 却无故退出者 OK 好 那么这个要赔偿屋内设备外 另应赔偿甲方十万块 怎么那么多 我们平常签合约就是制式的合约 哪有那么多种 他一说你叫我帮你做这些东西 你又无故给我 我做完你把他退租 我这些成本要怎么 是啊 所以可是他们退出的原因 都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已经跟你音乐讲 我签了一个合约书了 那但是我觉得成书 可以有点笨笨 合约书签完之后 一试一份 然后呢 签完之后 签完名之后 他开始加说 水电多少钱 什么多少钱 全部用手写 写在合约书上面 其实这都不算数 可是他就 你写了哦 合约书正本在这里哦 因为只有他一份而已 要一试两份 两份啊 一试两份 我们一份啊 很多学生都不知道 很多学生不知道 合约书一定要一试两份 他想说我交钱拿钥匙 好像就没事了 可是就是这样一试一份 所以很多人被告 然后这个房东 被找出来 他很痛苦 他说我最大的错误 就是让那些 不应该来住的人住 这个这件事情啊 对与错跟官司的 胜与负 是不一样 对啊 因为这件事情 其实突起了一个就是 你没有发现 这个所谓的 因为他会告18章判决出 为什么他都赢 为什么他都赢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他没有都赢哦 他只是讲他的 有的和解嘛 有的和解 有的输 问题就在于说 你说法官是都窃明哦 没人会碰我赢啊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啊 没有没有 不是 他重点一个重点哦 这显示到一个事实哦 他说难道法官都瞎了眼吗 对啊 自己收留一般房东拒收的单亲妈妈 根本是错误选择 单亲妈妈住不到房子哦 你这么讲 当然没有哦 那是他的个性问题 人家比较不愿意 租给单亲妈妈 你知道吗 他在节目上还去攻击说 哦你 我就知道你的个性是什么 你做过什么特种行业什么的 我还要租给 这是人生攻击了吧 这是嘴脸问题的人生攻击 那当然那些人 他不会是说 你做人生攻击 我要告你 当然不会 可是你只要说 你还不是一样 你自己也有什么什么关系 这都是人生攻击 他就这样告诉我 我说我是特种的 我是特种部队 他总共哦 他其实真的是包租佛 三重如舟新装综合 有时间出租套房 不过他得不偿失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一些套房的楼顶是违建 然后分隔了以后 租给那个 现在新北市政府已经盯上了 所以准备把这个给 拆了 其实那些可以缓拆的 可是有个诞书 自从新竹跟台北市发生 那个顶楼加盖 有没有 违建出租给学生 烧死了以后 那么如果你违建 你要分租成小套房 给外面的人的话 这个优先拆除 所以他现在已经被盯上了 所以他自己起始打这些官司 把事情弄大 对不对 对大家自己是不利的 那我刚刚讲说 这件事情的对与错 跟他的官司的胜与 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 怎么 你看学生就是单纯嘛 怎么会一试一份呢 你的合约当然是一试两份 甲乙甲方乙方 两个都要有 他的房子一间是租还是这个 有的是一万 有的八千 有的两万 就是不一样 是套房大 或是说是亚房 讲是这样讲 去的时候他会跟你讲 一万的没了 可是你知道 法院有认证 法院的判例上面是写说 你就是看A租B 人家看A就是漂亮的样品 然后去租那个不好的那一间 你就是 这是法院那个判决书上 然后他说没有 你是何解 他又不承认 法官有眼睛 可是他又不承认 其实我觉得是 法官有眼睛 法官有眼睛 那为什么二十八张的判决书 跟何解书 那我们当然不知道说 他输了几张嘛 只是说 他拿出来的都是赢的 所以怎么会拿给你看 对啊 而且很妙哦 就是 他这样二十八张 你也是怕罚 他怕几个岛 可是他觉得他不好人 他说你知道吗 我都规定那个学生 不能够带 不能够带另外的人进来 住在屋子里面 不断强调自己是个 有良心的皇冬 对对对对 他说我是有良心的哦 所以你们带一下 法院的男人 我怎么知道 二十八个官司 如果每个官司都赢 一个官司拿十万 多少 两百八十万 对不对 如果他们写说 退出十万嘛 当然法院真的没有 判将十万了 都比如说原本约定十万 只约定一半而已 我感觉这个事情是怎样的 你知道吗 我问你 你碰过皇冬 有几十个官司的吗 没有 我没有看过啊 我没有看过 有多少皇客跟他告 都不是 一个皇客 或者他告皇客 他告皇客 没有皇客告他啦 这究竟有这个案例吗 没有 但是所以我说瑞德 对对 法律是法律 情理是情理 我感觉很多人一顶 感觉是没有情理啊 这气得这样啦 对 可是如果你按照他们的契约 你很难博斥 没有错 最关键 所以就关键就是那些学生 本身的社会经验不足 对 所以呢 在签租赁契约的时候 我们契约只有在一种状况下 是无效 律师在这边 违反善良风俗嘛 那但是你们私底下 另行约定的 法官不管你们另行约定是怎样 你要按照客户了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你的租赁契约 尤其是可怕的是 如果一试一份 一试一定要两份 为什么 因为签约一定是甲方跟乙方 所以契约一定是甲方乙方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要不然这个签约了以后 只有我这边片片之指 我打什么打什么 对对对 出庭的时候 为什么我一定赢 因为契约我只有一份 还是就这样 你没有啊 你没有啊 如果我们出事的时候 是各一份 可是你的跟我的不一样 那我们大家就能修复啊 他说的 他说他是有社会公益的人 希望对社会做些贡献 让那些没有 比较没有资金能力的人 可以住进来 他的美意被解读说 他像宋棍一样 所以你是有跟他通过台的 对不对 我通过了一个礼拜 我发现他真的 你通过台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就是反正就是有一个台 他做连坐一个礼拜 他节目嘛 今天还要再去录一次嘛 大家等一下说 等一下说 先休息一下 好难受 哇 这个丁下来 她是特别的 她是特别的 我都可以做什么 观众最良心 谢谢